人类因为梦想而为大 住在永康街而变胖 到底会不会呢 我们一起再度来到永康夜市这里 沥水街旁 这一家云顶阿厄麻辣 进去看一下 它的麻辣锅到底正不正宗 它的外观是以中式的花片为主轴 在以长椅为等待的座椅 还有呢 它把应该有的水槽放在门口 让大家在这里洗完手再入内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idea 而且节省了室内的空间 它的生意其实是很不错的 只是因为我们来得比较早 所以呢 外面这边没什么人在等待 当我们推进门进去之后呢 也是只有几桌 当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呢 整个人就开始进来了 里面就坐满了下班的人 现在好像这样的店呢 都是一定要有冰激凌啊 跟饮料 不然的话呢 大家吃完火锅 可能会上火 一定要这样清凉一下 才会更好 当我们进来里面之后呢 就会看到呢 里面也是中式的设计 透过玻璃呢 看见他们的厨房呢 是这样子半开放式 让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厨房里面的干净程度 这也是目前最新的一个设计方式 他们正在煮火锅哦 可以看到希望这一锅就是我的哦 你看看这个肉这样子 哇真棒 实在很喜欢 上来了 果然是我的 看一下 我点的是这个刀削面 小伙伴点的还是依然是冬粉哦 我们的麻辣锅呢 是羊肉的哦 因为我不吃牛 那小伙伴为了配合我 所以他点的是羊肉的哦 那现在可以看到哦 他整锅是很滚的哦 很滚烫 但是他的汤头呢 其实是有改良过的哦 不是很辣 而且呢 是偏甜哦 可能是因为我重辣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不够辣 那他偏甜 那可能是为了迎合台湾人的口味吧 所以他做了一个改变 毕竟他要适合当地的口味 所以他也把麻辣的花椒部分减少了 不是像重庆火锅 他的花椒会多一点哦 那会比较辣一点 然后会比较够味哦 对我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吃辣 那因为这个是要给大众吃 所以呢 他的口味是调过的 但是说实话 他是非常的香 然后吃完以后 一定要配上一个冰淇淋 这才更够味油 相逢十四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